Hello 大家好 我是OmaiDiOiV 今天我換了一部新的相機 因為我終於買了自己的相機去拍我的Vlog 所以畫質上我會有少少不同 今天就是1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所以今天的話題就是不阻業成形的介紹 而今天的主題就是 我們的走先偶像MissaMissa的Missa Senpai Yay 其實她是一個我想介紹了幾個月 但一直都未介紹到的一個成員 就是因為她其實在團裡面 是屬於一個偽能力比較長的一個成員 同時她是一個姐姐的角色 所以很多成員都很依賴她 和聽她的一些意見 加上她在入團的時候 她是一個不受重視的成員 而她實力非常高強 倚靠自己的實力和人氣 慢慢一步一步地在Under上升到去選拔的前排 那麼麗智的故事就想分享給大家聽 所以我就要介紹她的 在今天進入話題之前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開始我們的話題了 一開始都是做一個非常無敵簡單的個人簡介 她屬於一騎生 在這裏的九州大婚院出生 她的人設主要是大姐姐 首席的吊師 酒仙 和小惡魔 簡單來講就是一個握手會向比較多的成員 但她自己的實力都是不用忽視的 因為她亦都有一個歌機的屬性 選拔的次數總共是15次 而Center的次數 無論是DincodeCenter還是UnderCenter 都是0次 而進入福神的次數總共有10次 之後我們就說一下 她在加入奶木板之前是做甚麼的 在加入奶木板之前 她就在大婚院裡的一個地緣偶像 叫做Cimer的一個成員和一個隊長 前成員 一騎生的Sella 都是跟她是前隊友 這個偶像團體誕生的原因是 因為有一間雜誌寫 他們需要一些專屬無特兒 要是女高中生 所以請了一班人回來做這個專屬無特兒 之餘也是做地緣偶像 而Misa Misa就是其中一位 在10年的時候被一個番組 叫做London Hatsu的一個番組 去選了Misa Misa成為這個大婚院裡的美女 即是說她是代表大婚院的一個美女 然後在2011年的時候 正式開始她的演藝生涯 因為她在這一年的時候高中畢業 同時就在地緣偶像到畢業 因為她有獨特的樣貌和聲線 所以就被這個的聲探發掘了 所以她就決定上京去發展自己的演藝事業 同年7月的時候 參加了MISS Magazine的2011 幸好Misa Misa參加完這個比賽之後 成功得到大獎和相應的資源 順帶一提 Nojo Army也有參加這次2011年的選舉 而是得到BEST15的名次 在得到獎之後 8月的時候就宣佈了加入奶木板 今次我們說奶木板的發展 我就分為團內和團外 我就分清楚她這樣說 由於她在加入之前的一個月 就成功當選成為MISS Magazine的大獎得獎者 所以加入的初期已經是有相應的資源給她 但是MISS Magazine那邊 就不是奶木板的影響給她 就是初期的時候 就推出了自己的一個個人的DVD 以及個人的寫真集 所以來說Misa Misa 是奶木板第一位出寫真集的成員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是MISS Magazine給她的一個資源 所以尺度上面都比較大的 即是一些水著 裸露的情況都比較大的一些作品 而這些履歷 對MISS Magazine來說 是完全不在奶木板裡面 起不到有什麼好處 或者一些特別的作用 因為在打滾了娛樂圈一段時間 MISS Magazine進入了奶木板之後 其實是長達一段時間 都是沒有被選為選拔的 一直都是在這個Under裡面 作為成員去活動 就算這個Wakatsuki和MaiMai 這兩位由Under第一批上去選拔的成員 上了選拔之後 而Misa Misa 都還在Under裡面打滾 在她加入這個選拔之前 其實她握手會的成績 一直都是處於頭十六名之內 所以當年她有這個最強Under的稱號 直至去到第七張單曲 Baletta的時候 她才首次進入選拔 或者可能當時都是配合 這個新生星 即是羅里風格這個主題 所以Misa Misa 一直都沒有被營運受重用 不重用的情況 還要去到沒有選拔不特止 都還要是沒有Under的Center 在完了第一次選拔 即是Baletta的選拔之後 Misa Misa的人氣 就沒有特別上升 都是中規中矩頭十六的位置 在第八單的時候 再次調選拔 在第九單的時候 重新加入選拔 而營運也是看得出 她有一個潛力 加上那段時候 已經變成是Nanaser主導的一個時代 就完結了這個新生星的時期 所以可能是這個風格轉換的原因 營運就決定 將Misa Misa 列入這個常連選拔 在這個第九單 第十單的時候 同時間 迎接了這個團裡的第一個上升期 很多TOP 很多中堅成員 也都受到這個上升期的得益 握手會的成績 是上升了不少 而Misa Misa也是 吊師的能力 慢慢傳開之後 Misa Misa的人氣 終於在第十一十二單的時候爆發 那她的人氣爆發之後 她的握手會人氣 或者其他相應的數據 顯示出Misa Misa的人氣 已經上升到第一梯隊 但是當時 這個人氣 和她的站位 是完全不成正比 因為她已經去到人氣的第一梯隊 但她的站位 亦都是跟Takayama一樣 在三排的邊角 甚至是去到MV 拍都拍不到她的情況出現 但是她的人氣高的情況 一直持續下去 她的成績 和她的樣貌 是跟當時的 奶木版的風格很吻合 所以就在第十三單的時候 提拔了她前排 成為了奶木版第一張公式港的 WC的一個互發位 而因為這次的提拔 Misa Misa的定位 也由中堅升到一個小top的位置 之後選拔的位置 都是在一排和二排中間遊走 直到畢業的 她和萬得珠 都是因為握手會的成績非常好 所以就成為了一個小top 中堅的位置 有需要的時候就會放她一排 沒有需要的時候就會放她二排的位置 我們說一說圈外的一些發展 雖然她是一個歌機組的成員 但因為奶木版沒有走小分隊的制度 所以也不會有很多唱歌的資源可以給她 但奶木版的資源很多就是 關於舞台劇的資源 所以一直以來 都有給少少的舞台劇的資源去發展 而最出名的就是 在2018年的三人姐妹的這套舞台劇 同時間她也會接到一些 under社會做到的電台節目 在2015年的時候她是成為了奶木版 第五位成員 獲得自己一個上規電台翻組的一個成員 2016年的時候 就和另一位人興去合作 出了一本關於會計的一些入門技能的書 而在2017年的時候 發行了自己第二本的寫真集 Hanashiyoki Kouka 同時間加入了美人百花 成為一個專屬的模特兒 到現在也是在美人百花裏面做的 而她的第二本寫真集 現在的話 其實已經印了大概十萬本 但是賣的話 也不會是賣到十萬本 第一個星期買了五萬本左右 但是這個銷量已經算是不錯了 在2018年的時候 就成為了電視翻組 一個叫做Puro Yaku News 裡面的星期一的一個常規主持 也可能是因為這個翻組 就多了機會接觸到她現在的老公 她畢業的時候的規格也是非常高的 因為她就是繼Iku-chan之後 來玩第二個會有自己一個solo的concert的成員 她就以一個solo的concert的形式 就完結了奶木版的生涯 她畢業之後的發展 其實她也是畢業之後回簽了LLC 她畢業之後一個月就立即表明了她和現任的老公 在拍拖的一個情況 也在畢業的那一年的年尾就宣布了結婚 她就成為LLC裡面的藝能人 第一位是結婚的藝能人 而她的老公在這個棒球界裡面 好像也是一個挺有名的選手 因為我沒有看所以我不太知道 所以她的生活也不是很需要擔心的 2020年的時候 接到自己第一部電影 也是一個主演的電影 而在童年也出現了另一部電影 那部就是古裝向穿和服的一些電影 到今年5月 在Amember的音樂故事系列連續短編劇裡 有一集Misa Misa出現了一個大肚婆 穿著婚紗在醫院裡出嫁的一個情景 一定的討論度出現了 在拍完這個大肚婆的短編劇之後 出奇地在8月的時候宣佈她真的有了BB 在今個月月頭即11月頭 她就宣佈了推出自己的一個品牌 就叫做Weikang 這次不是說賣衣服 是賣食的 就是一個日本的傳統食物 就叫做Ohagi 就像一些草餅、果子類的食物 為了推出這個食物 和幫她老公去維持一個均衡的飲食 她還特意去考了一個 運動員專用的飲食的營養牌 價格方面就是1980日圓 就會有10粒 裡面就有5隻味 每一隻有2粒 看上去都好像挺好吃的 而且她是一個冷凍食品 買完之後就放在家裡解凍之後吃 對自己有美顏、通便、減肥等作用的聲稱 所以大家如果在日本的話 都可以去買去吃一下 你也可以買 當自己貢獻一份錢 給Mr.Mr.Mr.去養未來的小朋友 今天Mr.Mr.Mr.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想應該 其實 因為我的螢幕在這裡 我看到自己的樣子 好像磨皮磨到 好像大陸的主播 希望大家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買了新的相機 應該的話 繼續都會拍不同的影片給大家看 希望如果不是賴木版的話題 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 還有我在這個社群那裡 我就問大家 對於今年的一些版道的主打歌 有什麼意見 就是你覺得最喜歡哪首歌 如果大家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或者見解的話 也很歡迎在留言告訴我 大家可以投票去看看 你最喜歡的一首單曲是什麼 因為下個月我會做一個review 說一下我在今年中 最喜歡的單曲是哪一首 就是這樣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這個頻道每個星期六 的八點鐘都會推出一條新的影片 記得留意 有什麼想聽想看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今天就來到這裡 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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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